我覺得非常的開心啦 然後當然也是得乖 因為長輩們在嘛 而且我覺得最終都是很開心啦 因為看到他們都非常活力 然後為這次很有意義的一部電影 然後很意義的經濟這個中央節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讓大家都是可以去了解到 其實很多的一些對長輩們的關懷跟關心 還有那些互動 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跟奶奶 因為奶奶是上海人 然後她就非常 上海腔非常重 然後所以跟她聊天的時候 有的時候其實 我曾經跟她聊過半個鐘頭 可是我聽不懂她說任何的一句話 可是我覺得就算聽不懂 唯一我覺得我能做的就是我握住她的手 然後去跟她聊天然後聽她說話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我能做的事情 然後就是也希望她 因為她看到我也很開心嘛 我看到她也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即使有些東西 有些幸福有些互動 其實是近在不眼中的 不一定要真的說出來 或是什麼 但是用一些動作 一些舉動 去讓對方感到關心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因為這次巡迴演唱會 奶奶會是第一次來看我的演唱會 所以我自己也格外的興奮 也有點緊張 因為尤其在家人或是朋友面前表演的時候 其實特別緊張 因為有時候 如果她們做愛情的時候 對看互動看到 哇 笑出來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還是自己要盡量把她們安排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不然有時候 有時候像我 演唱會看到爸媽 眼睛一對到 媽媽在看你的時候 喔 眼淚就想噴了 所以尤其是 之前大家幫我做了一個 取了錯號叫水座的男孩嘛 所以說 就像我看這部預告片的時候 的確我後來發現我真的是水座男孩 怎麼說 我看這部片的預告片的時候 哇 就已經是熱淚盈眶了 然後問過很多的朋友 他們說這部片會真的給你很多的啟發 很多的感動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想要釋放自己 因為釋放自己不只是嗨而已 釋放自己也是一種情緒的釋放 那我覺得看完這部片 你會有更多的夢想的釋放 其實我覺得 我的個性應該跟爺爺們都一樣 就是 我們都是屬於 很有夢想的吧 你知道 對很多事情很有期盼的 那我覺得 像他們八十幾歲 然後這樣去環島 不要說八十歲 因為我十幾歲都做不到 二十歲也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那需要很多的毅力 那我覺得夢想是不會老的 夢想是永遠可以很年輕的 所以我覺得我到八十歲 我可能也會跟他們一樣 然後就是會去完成自己的一些夢想 或是還想去實現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有可能八十幾歲之後 還會再辦巡迴演唱會 也有可能 有沒有人來聽那是一回事 但是我至少覺得說 很多東西夢想是可以去完成的 然後大家不用怕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或自己的目標 對不對爺爺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對 世界末日來的話 我會先去看不老騎士囉 先去看 先去看 因為我覺得看完之後 可能會更不怕世界末日這個話題吧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做一件事情的話 那真的是陪家人 我覺得陪家人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 那個會對我來說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吧 跟家人吃最後一餐 跟家人看最後一部電影 跟家人 對不對 一起祈禱不是世界末日 對 不會播給女朋友對不對 蛤 不會播給女朋友 我沒有女朋友 你沒看新聞嗎 我很少有緋聞的 你知不知道 我是唯一一個不靠緋聞的男藝人 我不是說其他人都靠 沒有 好 我們今天差不多了齁 謝謝 謝謝